不顧安全观光客直接穿越马路 只为了在蓝色招牌下 和富士山同框合影 又或是京都知名景点奇缘 随处可见乱丢垃圾 眼看观光公开问题浮上台面 日本拟推探险旅游来分散游客 通通把人引开来到 我们所讲到比较偏远的地方 一些像北海道啊 或是说比较像长野啊 一些比较少人旅客少去的地方 随着体验是旅游风潮兴起 像是北海道不只是滑雪盛地 从徒步旅行 皮艇运动 到体验爱努文化之美 另外广岛冲绳也能透过历史故事 跟风景地貌 打造成星星观光景点 根据日经新闻统计 2024年针对探险旅游 推出的套装行程 已经超过20多种 但专家认为不是不可行 但锁定的客群恐怕很有限 外国人香港人来台湾 会去五股吃竹笋吗 不会嘛 你一定是台北市西门町先去过 想要活化这种比较相对 没有那么枢纽 或是大型的城市的这种package 它一定只适合两种人 一种就是你已经把日本都先玩烂的旅客 第二种就是它一定要成旅行社成团 日本政府想透过当地文化 农村体验等解决观光公害 顺势开发二线甚至三线城市景点 但还得看游客们买不买单 进行有点欢迎于家瑋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净好新闻 郭先生 昨天晚上 台湾 月娃 月娃